你预计今天要前往的话 可能就变我们这边会帮您处理 改搭其他航空公司的部分 一整天电话几乎没停过 时尚头一遭华航空服员罢工 航班取消 旅行社忙到焦头烂额 就我们公司来讲 受影响的人数大约有40团 那人数大约就600人左右 根据统计单单24日 华航罢工第一天 就让旅行社损失惨重 其中以日韩为主的东北亚航线最惨 受影响业务占总比重50%以上 那旅行社的这个营业的上面的损失 应该也都要破千万 与华航合作的旅行社当中 以康福旅行社最惨 有102团取消 将近2000人受影响 单日损失就上看800万元台币 另外熊师受影响50团 山富与灿星各有十几团 总共3000多名旅行团客 受到罢工影响 我们公司所提供的这种 团体的取消的原则是 我们只要收代办的签证或护照费用 其余的成本假设已经产生 全部由旅行社这边来吸收 业者表示 自由行的旅客可于机场登记 取得证明直接退票 同时也可以由旅行社代理 将票款退回银行账户 而团体旅行客户 则可凭出发前签订的 国外旅行定型化契约书 来办理全额退费 旅行社提供旅客取消行程 不收手续费 在期限内转航程 给予500到2000元的优惠 希望能为旅客损失降到最低 请求我们的观光局 民航局出面 跟华航坐下来来协商 到底这部分来讲 是不是华航能够给 这些也受到波及的循设 一些补偿 华航罢工损失不断扩大 业者希望华航能审慎处理 让罢工赶紧落幕 谢谢台北继合报导 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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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尔